大家早晨 港股佛誕假期期间 美股表现就比较反复 波幅扩大了 我们开市 今早港股开市之后就要小心点 可能有一些 不导常的波动 看看昨晚欧美股市全面暴跌 欧洲股市 普遍都跌超过 1% 最高1.77% 德国 美股 之前就跌很多的开市之后 看到道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跌到33473.80 收市就弹了很多 跌了0.48% 但期间 主要反映科技股 表现的 纳斯特克综合指数 最低都是13072 收市更加上回来 接近 没有跌 跌了0.029% 之前的亚太区股市 明显的 南韩股市 升了1.229% 跌得最为明显就是 澳洲股市 1.828% 跌幅 港股在星期四收市时 五大指数 真借变道率 全部都是报升 升幅 以红筹股的 2.364% 最大 而科技股 只有0.968% 升幅 成交金额比率 和过去50个交易日的 平均成交金额比率 比较 今个星期二 综合指数 是高 比平均 比较高 南韩股 明显低 国际股 明显低 红筹股 在表现 那么好 红筹指数 表现那么好 成交金额比率 比较高 平均成交金额比率 这是好市 科技股 亦都是 成交不太配合 香港时间 星期二下 是4.3 美资期货 当时是4172.88 升了0.337% 我们五大指数 全部都是偏高 最少的偏高幅度 是科技股 也有0.894% 最高 表现得最好 是红筹股 1.583% 现货主板市场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是56.44 这叫做配合的升势 而全日收市的 总成交金额 也有9 6亿 虽然是连续两个交易 减少 但还是高过过去 5个交易日 平均84.5千多万 刚才说的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过去5个交易日平均 只有54.46 那就是有好处 不过 总成交金额 只有1,305亿 即价钱 低于平均 1,619亿 全日卖孔金额比率 逐降到16.10 123% 略低于平均16.46 16.46 2% BBI好顿指标 超短期 平均值 比较好多 去到67.5 短期 到53.11 升到53.11 升到50 就代表 偏好 接着到中期 仍然是 偏淡的 38.9 38.9 偏淡 长期 52 22 听没听好 有点点漫画 让我看看 什么事 电源说我没有电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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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 BBI好顿指标 比先铃好多 接着我们看 恒生指数 阴阳触日线图 试保力加通道阻力 暂时站在保力加通道中途上 今天市场就会有波动 正常来说 最终是否站在上面 如果你说这个是 C中1 C中2 C中3 C中4 我就觉得 C中4 太长了 如果它再升 这个顶 就直接 否定这个数法 无论 C中1 C中2 C中3 C中4 或者 C中1 中1 C中1 C中2 C中1 C中3 C中1 C中4 如果真是网上踏破 找到保力加通道中途上 我们就要找一个新的 较为利好的数量方式 看完今年的市场 不要这么快 判断 技术分析指标 SAR 还未出极点高位 所以是淡的 其他4个 MACD 还未出红牛买入讯号 所以也是淡的 所以三好两担 现在变为偏好 我们 除非今天一开始 淡油大户 大举出击 否则就不要太看淡 今星期的后市 初步就这样看 开始之后再补充 这个 指数期划好淡大户角力的情况 上边再说一次 上个月 大户的加权平均开仓水平 恒指期货 28892 国子期货 10942 恒指期货 加权收市位 和成交量配合分析 星期二是升和跌 国子期货 都是这样 升势得不到成交量配合 569月日合计 TWI 国力指 正三和负三 完全不配合升势 两个都是 都是有压力的 只是 尝试转好 能否成功都 两看 天离值 上升 上升 就是负的数目 减少 负的数值减少 由负 834 上升到负474 由负479 国子期货 上升到负356 即是 向淡的形势 有点好转 加权平均偏离值 是-2.4% 和-3.4% 依然显示 国子期货表现较差 和生死数期货 星期二是一个升势 国子期货升势 科子期货升势 都是升势 不过留意到 科子期货的升势 是没有行使期货 和国子期货 那么漂亮的 两个月份合约合计的 未平昌合约正数 行使期货不变 国子期货不变 科子期货就增加 OK 升市不变 即是无论是 中资 或者外资 星期二那天 好友大户 开新仓 逃利的同时 淡友大户 在评求仓 计数 今年的市 反复再升 蓝筹股用国企股 跌了下去 会有反弹 有机会 即市高位 一个高的一个 低位亦 一个高的一个 不过说 隔了一个假期 这个准确性 还有没有8成5高 我看起码 都要降到7成 现在 科技股战场里面 由于增加 增加 OK 虽然那个准确程度 只有六成至六成半 升市而增加 代表什么 代表 今天科技股的好友大户 开新仓堂来 今天科技股 竟然会更加好 持续升 就算低开之后 如果低开之后 12个恒生综合行业指数 超短线 现在最靓的是医疗保健业 和地产业 作为大家 买牛证 或者选择个别股票 投机 超短线投机 甚至买 燃购权证 最佳对象 转线 转线 红证 就看下边的两个 短线 医疗保健业 能源业 必须性消费业 转线 电信业 资讯科技业 综合企业 这个 对大家买牛红证 很有帮助 选择哪些 证券行证 股票行证 股份行证 33个行业 类别 蓝色多很多 资金证主动买入 明显的有 软件服务业 14亿 超过10亿 医疗保健业 11亿 地产业 11亿 还有没有超过10亿 看看 没有 较为多些 较为多些 有没有超过5亿 才有的 5亿4亿工业 5亿都不够 不过5亿 不过5亿 5亿都不够 5不令2只 恒生综合指数成份股 资金正主动买入最多的 只有5亿多 阿里巴巴 里宁 4亿7 小米 3亿1 10只之中 头10位 第1只 里宁 其他全外星 升幅 超过50%的有 中国生物制药 孖一孖7 其他都没什么特别的 外外交易日累积的 升跌幅超过10% 就有 2只 包括 累积升幅16.54% 信仪光能 反弹 势头都不错的 反弹得 反弹得 大家留意 中远海控 是10.64% 我说反弹 就不是表示 它不可以转为 一个新的短期升浪 暂时看的形势 都不足以支持我 说它转为新升浪的说法 大家小心点 都是那句 不短线反弹 很多股票可以博 中石 油 創5 127新高 3.3 升幅4.77% 虽然它排行 这是第17位 那么低 主动买股比率 56.44% 都配合升势 刚才说了 刚才10只 主动买股比率 够70比30的 就没有 但表现最好 就是这一只 66.34% 信仪光能 刚才说了 配合升势 即是12.11 先1 应该是即使的 重要支持位 4个字 也不容有失 否则 股价又会再来过 量比 特别的 6.87倍 李宁 跌 而量比 这么高 加 就是要小心点 64.5的支持位 不过 主动买股比率 是62.75% 是64.5的支持位 是64.5的支持位 应该是64.5的支持位 64.5的支持位 这个位 由于主动买股比率 去到62.38的支持位 就称为64.5的支持位 这10只股票 表现最好的 是中国生物制药 刚才提过的 第2是李宁 虽然它是跌 但它表现最好的 买盘很强的 数货很强的 那就是事底的迹象 第3是美团 回来看看 美林刚才说了 刚才也说了 中国生物制药 第1位 是不是中国生物制药 没错 中国生物制药 看不看 中国生物制药 不错的 主动买股比率 61.39的 代表这个 8.47的 前边都有 即使 不错的 即使支持的 还有 第3位 是美团 美团在哪里 美团在这里 升跌幅 没什么特别 你不如成交多 OK 紫禁静主动卖出最多的 2.5亿的中心国际 其次1.8亿的谭讯 跟着第3位的中国联统 都不够1亿的了 4只升 5只跌 1只没起跌 升跌幅 全部不够5% 过去5个交易日的 累积升跌幅 全部不够10% 主动卖股比率 特别好特别差 这只 叫差点 31.69 中国联统 在4.5亿的前面 那个 订货 是明显的 只看到这只 其他没什么特别 量比 亦都没什么特别 放入我专业中国根式表 显示 表现最差的 就是中心国际 跌市收场 跟着就轮到 康熙乐生物 和 第三位的 中国电讯 看看 第1位中心国 是 38.62 23 毫无半字 订货 很厉害 然后 康熙乐生物 外货交易日累积了7.87% 升幅 而主动卖股比率 亦都配合跌小的 45.55 和 第3个 是什么呀 第3个 公約生活港 第3个 中国电讯 中国电讯 没有起跌 主动卖股比率 订货 在2.6毫 3前面 订货 多过 在2.5毫 前面 数货 那就是一路 订货 到最低位 你收市 就不要理 今天讲的板块 地产业 大市值的地产业 有一只 创52周身高 头10位 我在讲 成交金额 大小排列 49.5 是 长实集团 收市到48.5 全部都报升 其实头30位 全部都报升 大市值的地产 显示 星期二那天 地产业 受资金吹捧得很厉害 最好的 表现最好的 升了15.192% 每天 就是恒大物业 4条6 过去的交易 累积升幅 10.577% 那么多 另外 主动买股比率 表现最好的 表现最好的 但是也不够 不够 70比30 表现最好的 应该 65比35 就是 领展 显示 在73元前 数货 积极 大户买家 入市 进取 然后 64比36 原来有一只 说了 64比36 恒大物业 刚才说了 即是 11.98 即使 重要支持位 另外一只 35.22 成为 短期 新的 重要支持位 因为主动买股比率 有71比29 那么多 是哪一只 雅生活独无3319 71比29 两比 没有什么特别的传度 是一只接近三倍 恒大物业 看着恒大物业 19.98 的支持位 当然 我教你 亦都要看看 收市价 和家旗平均价 高不高 高过更加美 高不过就比 压力 更大 例如恒大地产 13额 白收市 很明显高 加权平均价12月7月9千 但7月8千3 那么这个加权平均价 今天就很大机会 避充上调 避充上调 同星期二 港股收市的时间 下午4.3比较 美资期货比较 当时是4172.800 这10只股票 有9只都会跑赢美资期货 其中跑赢的最多 估计 当然是恒大物业 其次 也有5.8% 偏高幅度的 雅生会服务 但有一只 轻微跟不上 轻微跟不上 长实集团 这10只股票之中 有一只 不是我选顾名单里 是雅生会服务 其他9只表现最好的 宗事来说 就是碧桂园服务 对不起 应该是碧桂园 28 是28位 但是都只有28位 碧桂园服务 36位 稍后大家重点分析 就是 今个星期要 找数的第2只股票 就是安隔体育2020 先看一张 日线图 日线图有一个 上升通道 我拿这两个低位 和这个高位 上升通道 现在上升通道 中间浮沉 如果是市顶 还是市底 最 硬突破呢 暂时 看不到 我现在要看看 技术分析指示 平均线分度形势 不错 估价 141.1 高过5天平均线 5天平均线 高过20天平均线 20天平均线 又高过50天平均线 这个平均线分度形势 是全面 更好的 全面利好的 成交是一般 那我们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讲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现在是报 再来 我要 Refresh 稳定点 最新的 大家看 好了 现在美子期货 报4110.88 给香港时间 4.3 星期二 4.3 星期二 不是昨天 给香港时间 18日 4.3 417.88 是跌了1.486% 跌了很多 因为两天累计 跌了1.46% 启示 今早早 港股是低开的 这个就是合理值 如果 即使 如果真正说 不低开 冲上去 竟然冲上 即使 第一个阻力位 重要阻力位就是这个 这个都很尽 很重的 随便好 利好消息出现 新的 那么 如果再差 就是这个 第一个即使 支持位 再看上去 我给大家 有四日指数其中 即是没有综合指数 其他四大指数 也有了 就是 再向上看的 第2个阻力位 即使 第2个阻力位 第3个阻力位 如果真正好差向下发展 第2 如果刚才我说 应该很重要 搜到的 第1个重要支持位 都失手 就在第2个 即使 重要支持位 很恶劣的情况 就在第3个 重要支持位 再说多次 今天港股 应该预期会波动 大家就不要乱来 进入市的时候 小心点 省省点 好 这一团分析到这里为止 多谢各位收看